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那個巴巴托斯的罰柱戰已經開始了 就是這次萊涅斯活動的後半部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哪一些比較適合刷住的隊伍吧 那首先我最推薦的就是這個全加成 應該說五加成讓掉一個黑杯的部分 那就是這個三藏加上梅林加上槍來光 槍來光呢可以換成馬爾大 但我個人還是推薦如果你有槍來光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這個槍來光有解弱體 然後紅放加成的傷害也比較高 衣服呢就可以用這個基地服就OK了 那我這邊選用的三藏是寶2 如果你的三藏是寶1的話 可以考慮把這個基地服的等級練高 那如果基地服不夠高 甚至你換成紅魔放或者是初始的加勒底的衣服都可以 那這邊的戰法很簡單 對方不管丟什麼buff是全對應的 因為槍來光的2技呢可以解除掉 不管是什麼色卡的buff 所以對於傷害輸出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組合基本上寶1就可以了 那寶1的話就是你的基地服的等級要必須比較高一點點 會來的比較好 那如果基地服的等級練的不夠高就有可能會打不死 其實打不死也沒有什麼關係 那打不死的話你可以考慮比如說像梅林啦 或是讓賴光帶上這個牛魔王的禮裝 相對之下就可以減輕一下主攻守的壓力 那只是說你的禮裝加成位就會稍微少一點點 那你可以這邊看到我們寶2這邊打輸的是53萬 我是沒有開衣服的效果啦 因為我已經確定我的傷害夠了 所以我的基地服就不開可以省一點事 那寶2的不開基地服下限大概是49萬多 那真的很衰就打到補兩刀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是這個金石加雙梅林的組合 那這個組合唯一的問題就是它必須要寶2才穩 那我們這邊是寶1所以你會知道傷害不夠 那因為雙梅林是40NP再加金石自己的50會差10 那這10NP就用這個新年1服的2技來補 那再加上1技也有全體保衛的提升也算過得去 那這個的方式呢就是在即便對方降了我們的紅buff 我們也可以把他擊殺 對先講喔 我這邊所有列出的所有的組合都是 對方即便下了我們對應的瑟卡debuff 都還是打的死巴巴圖斯為主 好那一樣嘛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傷害不夠 你換牛魔王也可以無所謂 這個真的是看你自己 那甚至是你帶比如說梅林的半禮裝啊 這也是一個辦法 好我們先換回來吧 換回來換回來 找不到 咚...QP 隨便 反正就是輔助系的全部點一點 那現階段或者是半禮裝什麼都可以啦 我們換萌娜莉莎 那最好的就是兩張小萌娜莉莎加一張大萌莉莎 那這樣子大概通常一局 一場差不多可以拿到100破萬的QP 雖然你會說好像沒有比打門來的划算啊 可是因為他一場30AP 那加上打得又非常快 可能一分鐘內就打死了 那你聽巴巴托斯的慘叫時間還比較久 所以整體來講 我跟你講還是划算的 好那巴巴托斯又出來了 巨大的魚乾有眼睛我怕 好剛好你看我們被降了這個紅魔放 那正好我們可以應對 如果你自己在測傷害的時候 那... 呃...巴巴托斯所放的魔放下降是50% 所以如果你要測傷害的話 對方如果沒有放到降色卡 那你可以少開一個梅林的英雄做成 或是少開一個術師這樣的一技 那對應的來講就是50%魔放 就是剛好的數字了 好啦那這邊一樣我們技能全開 然後一斧丟下去 那基本上我可以先跟你講 寶具是打不死的 那還好我們這邊有拿到一張梅林... 呃...不對不起 拿到一張金石的B卡 那補刀就可以了 Gordon 砰...下去 OK,44萬 那再補一刀就可以結束了沒有問題 好,結束 還暴擊呢 呵呵呵呵呵 什麼時候不暴 這種時候你最愛暴 莫名其妙 OK,那這是金石雙梅林 欸,不用換人的隊伍 那再下來呢 如果你有另外一個組合法 就是寶衣會稍微比較好一點的話 就是用孔明配上這個槍賴光 那衣服的話你可以選金色慶典 你也可以選擇 基地服看哪一個等級比較高 那這邊因為就是NP交給孔明 然後解弱體的部分 跟紅魔放就交給槍賴光來處理 這是另外一條路 寶衣的話我會比較推薦用這個組合啦 那如果你不想用孔明的話 你也可以用術師匠 但孔明還有一個好處是 孔明可以帶他的伴侶裝 那也會增加金石的火力 反正你們自己測一測嘛 那不行的時候 牛魔王 伴侶裝 然後一些增傷的東西 就帶上去就對了 好,欸這個鋼鐵溜溜球 然後順到一題 因為我的槍賴光二三劑都是LV9 所以理論上 現在你們看到打出來的數字 還有機會再往上一點點 再往上一點點 那只是我想說 我自己是已經夠了啦 那我就沒有特地想說再把它練上去 那如果你們覺得傷害不夠 就往上面就好了 好,46萬,還不錯 比剛剛好像好一點點 吧 好像嘛 然後你差不了多少 因為反正你們 你們如果打多了 你們就知道FGO這個遊戲 它的傷害上下線其實蠻大的 就最多可以到達差不多20% 然後呢 還有一個組合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雙數師匠一個槍師匠的組合 那這也是不用換人五加成的方式 雙數師匠加槍師匠 我個人建議最好最好是寶 寶2,寶1稍微會有一點不穩 寶1如果你骰到比較低的傷害 會打不死 那如果寶2基本上就是穩上加穩 OK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耶 一技關下去 那雙數師匠的優點一樣 就是 呃 火力OK 然後 放數師匠的人多 可是缺點就是你要按的鍵非常的多 特別是比如說 像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組合 或是莉莉的這個組合 你差不多至少得要按完 兩個術師匠所有的按鍵 六個按鍵 加上指定按鍵 再加上衣服的按鍵 比起我們前面看的來講會多蠻多的 可是火力基本上沒有問題 另外魔神柱沒有神性 但是他有死靈的特性 那也因為他有死靈的特性 槍師匠的3技也務必要練高火力才會 輸出會比較明顯 那他即便不用克制也沒關係 他就是靠著這個綠魔放的威能 看到沒有 85萬 直接插爆你的香蕉 不對 插爆這根魔神柱 插爆我們的巴巴托斯 有沒有覺得很兇殘 好那我們看另外一個情況就是我們少開一個魔放 就是假設他如果今天放了綠魔放在我們身上 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因為他是50% 那我們就避開一個術師匠的技能不開就好了 其他一樣照案 好然後加個NP 然後再把衣服的這個幻想強化開下去 然後我們直接插 我們第二個術師匠沒有開技能 你看58萬嘛 58萬到59萬 所以如果你是寶1的話 差不多就落在50萬上下 那我也有看到觀眾在我之前影片留言說他的傷害不夠 那有可能是你技能練的不夠 那也有可能是你剛好骰到傷線比較低的下限 那接下來因為有死靈屬性 所以這個泳裝馬爾大絕對也可以上場沒有問題 那一樣嘛 那我們這個 那泳裝馬爾大我個人基本上接下來都是你看到都是換人組合的 那換人組合的情況之下就會簡單很多 簡單很多 前面的部分如果你要不換人的話 那像是伊莉亞你想配雙孔明至少寶3 那莉莉絲我記得也要寶3會比較穩 XA就是迷之女主角X的歐獨塔版本 也是我記得寶2寶3 那因為這幾隻角色我都沒有 那因為他們要綁雙素師匠或是綁雙孔明 或是孔明明吃醬的話 我自己是拿不出醬的打手 所以我就沒有拍了 那有的話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這邊泳裝聖女 泳裝鐵拳把他的3技練高對死靈特攻 然後呢因為他自衝30 所以我們可以配合上這個孔眉 孔眉的方式就剛好100 但是因為火力不足 所以如果被降了弱體的話會打不死 那我這邊強烈建議你再把賴光放上來 然後用2技解他的弱體 3技加攻就夠了 然後衣服的也不要忘了開下去 那這邊我採用的馬爾大是寶5 然後100級的黑聖杯 我之前有用過一個40級的黑聖杯 沒有那麼高會殘血 殘很少啦 殘個四五千而已 基本上就是補一刀就結束的 但其實只是要跟你們講說 相對來講泳裝馬爾大的要求 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57萬 那他的輔助基本上也綁死算是槍賴光了啦 如果你用7值的馬爾大解弱體加降防 會不太夠 好啦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樹九吞的部分 那樹九吞 你需要2隻加50NP的角色 在這個場合裡面 你用孔眉或者是用術師降是沒有差的 因為兩者都是30%的增攻 術師降是用降防的模式 只是孔明放寶具可以再增加一點點的傷害 所以這邊看你要用孔明啦 或者要用術師降我覺得都可以 那或甚至說你有其中一個 那你就可以爆另外一個 就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不用那麼擔心 那這邊的話我們的輔助 我們解弱體用馬爾大試試看 我們就不要用槍賴光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傷害的差距 因為槍賴光在這一次 對於紅寶具的打手來說 是真的非常棒 幾乎是最佳輔助位 這個穩戰這個位置了啦 那其實馬爾大的話增傷會少比較多 然後九吞童子也是我剛練的 好啦你看剛好也被降到這個B卡非常的好 好啦 所以我們一樣欸 技能開一開 那九吞的技能我是沒有練到10啦 那如果你練到10 一樣欸 再自己再稍微上修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把這個 旗子的馬爾大也換上來 那旗子馬爾大唯一 也不能講唯一啊 就是稍微好一點的優勢是 他的2技是全體 所以他可以少按一個指定鈕的按鍵 對 沒錯 刷住到後來你一個按鍵都要計較 那我們就串個EX吧 以防萬一 那41萬欸不太夠 那如果用強來光會好很多 沒關係啦至少我們穿EX也可以把它收掉了 噗噗噗噗 不知道大家今晚已經聽了多少這個巴巴托斯的哀嚎 應該就是聽得非常難受 那最後一個呢 是泳裝黑針跟這個機械毅力獎共通的組合 雙眉靈加上孔明 的一個配法 那因為他們兩個都有刺衝20NP 所以雙眉靈孔明的情況之下 NP有90那就很足夠了 那我們這邊用泳裝黑針得吧 反正是一樣的套路啦 我就不演示另外一邊了 好好不好 那一樣是換人的衣服 那這個組合的方式我們就不用解弱體了 我們直接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因為梅林的英雄做成等於就是 補足那50NP 噗剛好你看我們又被降了B卡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傷害是夠不夠的 夢幻魅力開下去 英雄做成開下去 那這個黑針就自己把23技開一開 然後繼續梅林技能繼續開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孔明換上來 那這個組合的好處是 如果你自帶一個梅林 自帶梅林 然後又有 術師匠或者是孔明其一 你又想用自己的打手 這也OK 好反正該放的BUFF全下 那就由他來轟吧 然後我相信大家一定常問 除了突滿黑聖杯還有什麼選擇 那就是盡量高等的黑聖杯 如果沒有黑聖杯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 聖夜的晚餐或是天際學 當這種50NP起跳 然後配個雙梅林之類怎麼樣 那我不保證一定打得死 因為 我也不太想試了啦 這個 因為基本上 你與其這樣你還不如 黑聖杯結去抓好友的金石 或者是三藏 那如果你抓好友的金石三藏 都是 可以抱腿的打法 還會比較輕鬆一點 也比較省時間 我個人是建議這個樣子啦 好啦 那麼再次到這邊喜歡影片按訂閱點個讚 我們下次見 祝大家發注愉快 掰掰